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绿莲加的充电器咱们拆解了不少了 160瓦 140瓦 65瓦咱们都拆过了 我们今天就是拆解它这个100瓦的充电头 看过咱们拆解绿莲充电器的老铁门 都知道绿莲加的充电器内部的做工和用料都是很不错的 这一款的用料是不是一如既往的很不错 我们拭目以待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折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拆解这一个绿莲100瓦的四口充电器 这个100瓦的充电器看结构的话 是延续了这一款65瓦散重派的一个设计结构 这一面和这一面它是一个盖体盖上去的 我们用撬棒沿着边缘撬拭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撬开 确实是可以撬开 但是咱们撬反了 这个焊接的也是非常牢的 把这个盖子撬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构造 这个白色的是一个绝缘的塑料隔离片 内部罐有灰色的散热硅胶 可以看到内部的折叠插角 它有螺丝进行固定的 卸掉这一颗固定插角的螺丝 我们可以这样慢慢的把这个内部的主板给它拿出来 折叠插角的背面还贴有一张紫铜箔 这背面这里还有一颗螺丝 撬开这个压柱折叠插角黄片的盖板 这两片为220伏输入端的一个黄片 220伏交流电通过一白黑的导线连接到这个主板上面 这一个就是充电器的主壳体 侧面贴有一张耐高温的绝缘胶带 金属散热片通过焊锡焊在这个主板上面 拿出这一个金属散热片 内部贴有一张黑色的麦拉片 散热片的材质为铁质的 主板的背面贴有很厚的散热硅脂贴 我们取下这一张散热硅脂贴 拿出我们放电的东西 我们要对充电器的主滤波电容进行放电 拆解充电器非常的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 这高压电容上面大概有300到400伏的高压 打一下还是挺疼的啊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的构造 这边是EMI部分 开关电源部分 次级同步整流部分 然后这块板子是充电器的直流输出部分 次级和初级通过这一张白色的塑料片进行隔离 这是内部填充的大量的灰色的散热硅脚 这里还有一个NTC热敏电阻 用来检测充电器内部的温度 内部填充的散热硅脚 已经基本上清理干净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我们把它全部拆散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架构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 这个绿联100瓦散充派淡化加充电器内部所有的用料 这个充电器电路架构用的比较先进 采用的是日本瑞萨半导体的初次级电路架构的方案 咱们测试充电器转换效率的时候 会看仪表的老铁应该看出来了 这个充电器的功率因素PF值是非常高的 这个PF值约接近1就证明充电器内部的架构是带功率因素校正的 咱们现在就是从220伏的输入端到直流的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极元机键使用的情况 这是220伏折叠插角的组件 插头部分为不锡持的铜质材料 黄片部分为锡持的金属材料 整个组件通过两颗螺丝用塑料的固定键把它固定在壳底上面 输入端这一颗黑色的微型核式保险丝 来自成立于2000年一家专业生产各种保险丝电子元机键的公司 输出的华德电子 这颗保险丝属于华德2020系列超小型保险丝 规格是3.15安 蓝牙250伏 小板上面焊接有第一级供膜电感 内部的磁性为绿色 用七包线和绝线线两种线材进行扰制 一颗黄颜色的安归X2电容 来自成立于2010年一家专业生产高性价比陶瓷电容器的公司 东莞市科亚电子 这个电容的规格是0.47微法 蓝牙275V 科亚官网没有这个电容的资料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第二级供膜电感 采用的是扁平铜带式的供膜电感 内部的磁心为绿色的方形磁心 底部有黑色的塑料固定支架进行固定 这一颗为充电器的NTC热明电阻 用来防止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用的 蓝色的亚敏电阻一颗 用于充电器初级的输入过压保护 来自成立于1993年 国内生产安归电子元器件的民营企业之一 广东汕头红质电子 属于红质10DK系列亚敏电阻 充电器的贴片式整流桥两颗 单独焊贴在一块PCB上 它们的4E型号都是RSBL8010 来自东莞的纽航电子 这家公司没有官网 两颗整流桥的规格是8A耐压1000V 两颗并年使用 发热量会更低一点 经过整流桥整流后的持流电 进入LC滤波电路 两颗棕色的CBB21薄膜电容 规格是E微法 耐压450V 厂家的话这个不好查 还有就是这一颗电容外皮上面有裂痕 这个应该是质检没有检查到的一个漏网之余 这颗是滤波用的一个电感器 采用气泡线的同时进行扰制 内部的磁性为黑色 外部套有热水管进行保护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一颗 来自成立于1985年 国内一家老牌电容器生产厂家 湖南的爱华电子 属于爱华电子RK系列充电器 专用高压电解电容 规格是6.8V法 耐压400V 两颗搭控率的贴片二极管 防止反向电压损坏整个电源系统 试衣型号为S2M 看试衣商的logo 这两颗二极管 跟前面整流桥一样 也是来自东莞的扭航电子 这颗小的电解电容 为开关电源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来自成立于1993年 专业生产电容器的厂家 台湾的风冰电子 属于风冰电子KM系列 长寿命电容器 规格是47V法 耐压35V 这颗六角芯片 就是充电器的主控IC 4E型号5H9M 实际型号IW3627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世界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 日本瑞萨半导体 这是一款具有高功率音速校正功能的 单级ACDC横压控制器 它支持各种最常用的隔离 或者非隔离拓部架构 无需刺激反馈电路 无需外部环路补偿元件 即可保证在不同负载 及空载到满载范围内的稳定工作 芯片具备专利的自适应调节 输出电压限制技术 空载待机功耗小于200毫瓦 支持高达90瓦或者以上的输出功率 具备完善的保护功能 确保系统的可靠工作 这一颗就是由主控IC驱动的 淡化夹开关管 思义型号RX65T-125HS-2A 来自成立于2002年 一家专注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和电子元器件技术开发 及产品应用的企业 大年润芯微电子 这家公司属于华润微电子旗下的子公司 这颗淡化夹开关管的规格是 赖压650V 内部的导主120毫欧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变压器 上面有厂家的思义信息 外部用耐高温的绝缘胶带 缠绕进行保护 这一边是变压器的初级端 这一边是次级的电流输出端 征服级各采用两根线 来进行输出电流 用来抑制电池干扰和供膜噪声 确保电源适配的电池兼容性 和安全性的贴片安规歪电容 这个充电器一共用了三颗 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专注于被动原器件生产及销售的公司 四川特瑞祥科技 三颗贴片安规歪电容的 私营规格分别是 Y1471K 470皮法 赖压400V Y1101K 100皮法 赖压400V Y1102M 1000皮法 赖压400V 三颗电容必年使用 提升这个充电器的安规等级 也许有老铁要问 这个充电器 为什么没有反馈光偶 因为前面咱们说过 瑞薩的IW3627主控芯片 它是不需要反馈光偶的 这颗六角芯片 它是次级的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4E型号L901 实际型号IW610 跟开关电源主控芯片一样 来自日本的瑞薩半导体 这是一款先进的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 内部集成MOSFIT驱动器 和专有无损VDS感应和控制技术 使其能够与多种拓步电路架构配合使用 支持低侧和高侧同步整流 无需额外的变压器饶阻 瑞薩正在申请专利的高效VCC充电技术 可以消除多余的功率散耗 降低芯片的工作温度 并提高能量转换效率 在多级输出电压和电流应用中 支持3次28V的系统输出电压 以适应各种电源 在多级输出电压应用中 无需外部前卫电路 这一颗就是次级同步整流MOS开关管 4E型号RUH120N90M 来自成立于2009年 一家专注从事功率半导体 及高端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的企业 深圳瑞峻半导体 这是一颗赖压120V内部导主 6.2毫的MOS开关管 这是次级输出滤波电容 一共用了4颗 其中有一颗电解电容 这颗电解电容 来自1997年创立的广东阳光集团 电容上面这个HEC的logo 很容易误以为是台湾合生堂 或者是美国HEC的电容 实际不是 这颗电容的规格是680V 那压35V 另外三颗应该是固态电容 其中有两颗是1000V 那压35V 还有一颗是390V 那压35V 这三颗电容的厂家 咱们没有查到 充电器的主板PCB这里 还有一个共模电感 还有一颗电容的焊盘 这两个焊盘的话是没有焊接元器件的 这个滤连100W充电器 次级电流输出电路 采用的是两颗协议芯片 控制三路 降压电路实现四个充电口 电流输出 其中C1口和C2口 为两路独立的降压电路 C3口和A口 为共用一路降压电路 三路降压电路的架构是一样的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输入滤波 各采用一颗 220V法 耐压35V的固态电容 这两颗电容 跟次级输出 滤波固态电容 应该是同一个厂家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两颗降压电感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内部的磁心都是黑色 底部都有电幕 进行隔离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 降压控制机芯片 两颗芯片的 适应型号都是 IP6550 来自成立于2014年 一家以电源管理芯片 快充协议芯片研发销售的公司 深圳应急性科技 这是一款集成 双NMOS驱动器的 降压控制器 支持最大36V输入电压 集成电感峰值线流 和双路输出 平均电流线流功能 具有线补功能 具备完善的多重保护 提高适配器的可靠性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 协议控制芯片 4E型号IP2738U 也是来自深圳应急性的产品 这是一颗 支持多接口的USB协议芯片 支持双口18x140W快充应用 支持PD3.1 28VEPR档位 并且支持丰富全面的快充协议 内部集成了 双路独立可编程的 电压电流环路补偿 与双路低端电流检测 支持限损补偿功能 支持双路独立驱动控制光级 与IRC接口控制 双路独立的过流 过压以及短路保护 确保使用安全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NMOS开关管 两路降压电路 各使用两颗 组成半桥头部电路 这四颗NMOS开关管的 私信型号都是 RUH4040 跟次级同步整流 NMOS开关管一样 来自深圳的瑞军半导体 规格是 赖压4次伏内部的岛组 5毫欧 C1口和C2口 降压电路的输出滤波 各采用一个规格为150微法 赖压25伏的固态电容 C1口和C2口的 输出VBUS开关管 两颗开关管的私信型号 都是RUH3070 也是深圳瑞军半导体的 规格是 赖压30伏内部的岛组 三毫欧 这里一颗R005 这里一颗R005 这两颗为 C1口和C2口的 电流采样电阻 C3口和A口 降压电路的输入滤波 采用的是 MLCC电容进行滤波 这颗小一点的电感 就是C3口和A口 降压电路的降压电感 内部的磁心黑色 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 底部一样的有电幕 进行隔离 C3口和A口 降压电路的 降压控制器芯片 私信型号 也是来自 深圳应急性的 IP6550 C3口和A口 降压电路的 协议控制芯片 私信型号 IP2726 也是来自 深圳应急性的产品 这是一款集成多种协议 用于USB-A和Type-C 双端口输出的 快充协议IC 为适配器 车充等 单向输出应用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芯片具备高集成度 与丰富的功能 在应用时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 有效减小 整体方案的尺寸 降低适配器的成本 C3口和A口 降压电路 输出滤波 采用了一颗 规格为150V 耐压25V的 固态电容 这边一颗RU3030 背面这里还有一颗RU3030 这是C3口和A口的 输出VBUS开光管 也是深圳瑞郡半导体的 规格是 耐压30V内部的导主 7毫欧 这两颗 私印R010的电阻 为C3口和A口的 电流采样电阻 充电器小板上面 这一颗NTC热敏电阻 用来采集充电器内部温度 防止过温造成系统损坏 这是充电器的 四个USB连接器 三个Type-C口 内部舌片都是黑色 USB-A口内部舌片都是紫色 真理做工 光滑心理 没有毛刺 充电器的两个盖体 上面都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充电器的主壳体内部 也有PC主燃材料的标识 视频到这里 捞客两句 这个充电器用的是 140W的电路架构 却产出了一个100W的充电器 而且IP2738U 这就是一颗140W的 双路控制芯片 并且还可以支持融合快充 不知道为什么官方要屏蔽融合快充 还有就是铁制的散热片 和内部官方的散热硅胶 没有和元器件和壳体紧密的粘连 导致内部的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出去 这就是咱们测试100W烤机 42分钟降功率的主要原因吧 这个绿连100W淡化加充电器 经过拆解 它的性能和兼容性的话 UFCS融合快充被屏蔽 这就是一个遗憾 内部的整体用料可圈可点吧 不知名的器件就是这些固态电容 瑞莎半导体的开关电源电路架构 用得很不错 元器件的品控问题 官方还有待加强 充电器的散热问题 希望官方可以改进一下 其实铝制的散热片 也要不了几个钱 对吧老铁们 咱们做视频就是要实话实说 详细中立就是咱们的风格 喜欢我视频的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 记得一键三点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